來 余湘璇 說你在家裡總是想幫忙 但是卻弄巧成拙 比如說 我也想要抱著小孩子哄他 可是小孩子在我手上 基本上他願意跟我玩 他願意跟我抱 可是他不願意給我 睡覺的時候他不願意 是完全不願意給我抱的 因為你那是打呼啊 好像也是啦 可是那個 可是沒有 一下就知道了 可是我一直想哄他入睡 就是抱他那種感覺 就是把他抱起來 然後這樣搖一搖... 我跟你講完全沒有用 就我抱的時候是 基本上是 大哭 就抱 抱哭那種 是抱 是抱 他這樣 這樣 然後... 我在洗澡 我抱著他到柔柔 就是門口他這樣子看 他這樣看柔柔我就不哭了 你知道做爸爸其實很難過 很難過你知道嗎 我女兒他這樣對我 我很難過 我半夜幫他泡奶 我泡奶的時候 他知道我幫他泡奶 然後知道我幫他泡奶還燙到嗎 他燙到嗎 你知道那個消毒鍋 我說爸爸我每次都說 你為什麼不去洗奶瓶 我買了十幾個奶瓶 我還要一直洗奶瓶 我不能一次再弄嗎 他一定要叫我馬上 比如說喝完了 馬上去... 對啊 不然那個會細菌增生 不是 我買了十幾個 你就一次我洗 可不可以嗎 可以吧 不是 你買十幾個幹嘛 他想存起來 想存起來一個禮拜洗一次 沒有... 到一個禮拜洗一次 就是說可能多一點的時候 我再去洗 那個我放到消毒鍋 你知道有這個消毒鍋 就是小孩子都要消毒鍋 他會有那個水蒸氣 很燙的那種 他有一次 我就不小心忘記了 他叫我洗奶瓶 我說好...沒問題 然後結果我就去洗 然後就是 把它放到消毒鍋裡面了 可是他喝奶的消毒鍋 基本上是要五十到六十分鐘的 不然你不能拿起來 很燙 裡面是非常非常燙的 我忘記了 然後他半小時要喝奶 已經開始哭了 我慌了 我想說剉菜完蛋了 就趕快衝過去那個消毒鍋 裡面把暗瓣關掉 一打開 手一放進去 靠 錢得很大 你有問題 你不是買十幾個嗎 對啊 沒有 都放在裡面 都放在消毒鍋 十幾個 每次洗 每次都消毒 沒有 樓上有一個消毒鍋 樓下有一個消毒鍋 所以你是雙... 我都會在樓上 全部都放在裡面 都放在裡面 那個燙到一個 我跟你講 騎水泡耶 然後進去 你知道 就是你不能 女生是不能不要這樣子 罵老公你知道嗎 有時候真的不要這樣罵老公 你越罵 老公會越慌 越慌 越容易做錯事 你那個 他有一個孔 那個奶 有一個奶嘴那邊有個孔 他要對著鼻子 我給他裝帆的 我裝帆的 他老公就是在旁邊看我這樣 他這樣看我 然後我就餵他 然後我就聽他小燕寶奇怪 他怎麼會一直會有 吸不起來 他吸到空氣 吸進去 空氣 膨膨 這很沒有 這很嚴重 因為小燕吸到空氣 會不舒服 脹氣 會肚子痛 對 然後我就又被弄到一個飛起來 就是又被他 女生很奇怪 我跟你講很奇怪 有就是說 你今天 他比如說他在照顧的時候 你不能去做你自己的事 你不能打電動 你不能打電動 你可以沒事的坐在他旁邊 跟大家一起看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你不能去做你自己 比如說你戴耳機 然後這樣... 你就會被罵 我要看到他有一次 我戴耳機我在廁所 剛坐到廁所 然後小燕寶就哭了 哭了我是沒聽到的 可是我看到老公這樣過來這樣 他這樣... 他沒有講話 可是他嘴巴這樣 我戴耳機 我聽不到的 他是這樣 他... 你知道他有一個... 在跳Rap 他有一個Groove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那種... 給我一聲 你... 你平常看他在節目裡面 好像... 很溫柔啊 我跟你講柔柔 為什麼他叫柔柔 他在身裡面缺少的溫柔 一點都不溫柔 算了 但是人家對你不錯 對你很沒有安全感 覺得你... 不是 所以他會對你 拖命連環空 他以前... 我跟你講他以前就是這樣子 懷孕的時候 可能女生身材的變化 我都能理解 我都可以理解 我現在基本上 已經完全放棄了 我沒有要打運動 我也沒有再跟朋友出去 我現在唯一放鬆的時間 就是在這裡錄影 這就是我放鬆的時間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我有多痛苦嗎 楊潔 就很痛苦嗎 過不再寫痛苦嗎 不是 只有這裡放鬆 我沒有地方去了 I can't go nowhere NOWWHERE 我一去見個聲 他都要一直call... 你在幹嘛 你在哪裡 What are you doing 我很痛苦你們知道嗎 你們懂我的感受嗎 我現在已經放棄一切了 我的朋友好像... 你快珍惜吧 你這樣講很多人不敢結婚 這... 還是只有你 沒有生小孩的關係 可能生小孩 然後老婆的情緒會有一點那個 都會有一點 這上天派來讓你修煉的 讓我修煉 讓我修行 祝你早日成仙 謝謝 來 阿伯大老師來了 2024上半年 哪些星座要特別注意身體保健 因為剛才聽祥泉這樣子講 覺得他現在的心理精神壓力很大 對不對 很大 因為我們現在人都知道 身體的健康跟精神的健康 同樣重要對不對 所以我們趕快看看 星盤當中的太陽跟上升星座 這兩個部分 來看看2024年的上半年 哪些星座的朋友要特別注意 首先第三名 如果太陽跟上升落在 獅子座的朋友 兩位沒有 可以關心一下身邊的朋友 如果是獅子座的話 我們說 常年的救急需要定期追蹤 很可能 因為獅子座的人 通常對自己的健康 是很有信心對不對 通常他們也是那種健康寶寶 可是有些獅子 比方說 我舉例子 可能年輕的時候 打球運動 不小心扭到腳了 年輕的時候 可能好了就沒事 就不管他了 那可能今年上半年 你就要去注意 會不會他就是因為 過去沒有真正的治療好 又引發起 比較更嚴重的這種問題了 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方面最好 身體有什麼 過去曾經受過傷 或是有一些 比較健康上面的問題的話 最好都能夠去 定期的回診追蹤 對自己的健康是比較好的 第二名 如果是落在 天蠍座的朋友了 好 我們要看一下 天蠍座的朋友是怎麼樣呢 我們說是 過度的操勞 而且可能會缺乏休息 會這樣講是 因為天蠍座的朋友 其實在2024年上半年 工作事業運 人員運 都很好 所以他們會很多心力 放在自己事業 或者想要發展的面向的耕耘 而忽略了什麼 往往會透支自己的體力 雅蘭姐應該很有感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 天蠍座通常是一個耐力 其實很強的星座 很多人覺得 我可能早上一天 一天工作幾個小時 覺得太累了 天蠍通常可以工作 更長的時間 但是要小心 在2024年的上半年 很可能會是那種 突然斷電 你知道就是那種 我都精氣滿滿的 感覺我很有活力 可是突然間會覺得 好累好累 那就是真的是 那種你知道 就像電力 它透支了 已經亮紅線了 你沒理它 它可能真的都沒電了 好 所以天蠍座的朋友 今年上半年 如果覺得有一點點累的話 就建議你一定要 讓自己有充足的睡眠 好好的休息 身體養健康了 才是一切的根本 第一名真的要注意的星座 我們說是落在 處女座的朋友了 兩位又上榜 好 我們來看 千萬不要忌諱就醫 怎麼說呢 我們先這樣講 其實處女座的朋友 本來對自己的健康 就是比較在意 其實很有病逝感的星座 好 我們說不是到真的生病 像剛剛志偉哥 你會覺得我自己哪裡 有一點點狀況 其實我就要多多的在意 多多的加強 那麼可是處女座的朋友 有時候會覺得 他們是想很多的星座 對不對 有一些天氣座會覺得 處女座的朋友會覺得 如果我就個小問題就去就醫 被人家知道了 傳出去會不會不好聽 諸如此類 很多這樣的問題 我舉例 比方說翔全 你可能真的覺得 新手爸爸我帶小孩 真的覺得壓力太大了 我們現代人都知道 其實就像我常常講的 頭痛會去看醫生 牙痛看醫生 我覺得精神壓力太大 我去看個心理師 看個這種醫生 也是很合理的 可是會覺得 拜託我是名人 對不對 我戴了帽子口罩 大家看我走路的樣子 也知道是我 那我如果真的覺得很不開心 我去看醫生會不會覺得不好 千萬不要這樣子想 因為大家都是覺得 就是有什麼不舒服 都要去就醫比較好 或者是像剛才翔全問的 我年到中年了 其實我們都知道 像很多男生 真的這是一個算衛教了吧 就是50歲之後 其實剛剛講的 有攝護腺的問題 其實有超過一半的機率的 這是那種就是 醫學研究有這樣子說的 所以可是像有些 處女座會覺得 我真的到這年紀 可是我要去看醫生 我要去買保健品 會不會不好意思 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處女座的朋友 在今年上半年 我們自己覺得 生理哪裡需要加強 你只要記住 趕快去多多的保健 不管是找醫生 這個確診 確定一下我們的狀況 或者是我去補充 該補充的營養啦 保健品 其實都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恢復健康的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